可以放到我的PPT吗 可以吗 OK 我不晓得在 还没有 还没到 OK 好 我们刚才读了这段圣经 从信心当中里面发到一个基督徒成长 都是从信心开始建立他跟神的关系 所以信心对于基督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简单的说什么叫信心 有没有人可以回答我 什么叫信心 怎么样 信心所望之神的实体 未见之事的确据 你可不可以讲白点 什么叫信心 鼓励 啊鼓励 鼓励 好 鼓励 还有没有 做什么事都不害怕 做什么事都不害怕 好 什么是信心 责人的电话 责人的电话 哦哦哦哦 你讲到好拍哦 OK OK 在希伯来文 跟希腊文 信心这个就是信靠 我可依靠神 依靠 你可你的阿达在你的旁边给他靠一下 你的阿达如果在旁边靠他一下 哇很稳 你不然我傻蛋退去吧 那就我给你听到吧 各位各位姐妹 希腊文希伯来文这个信息就是 我可靠在神身上 依靠着神 为什么会要依靠神 很多信心在我们里面 你看你坐在椅子上 你怎么确定椅子不会垮掉 你靠在上面吗 各位我真的不好意思坐缓握 所以不见得每个椅子都那么稳 你怎么知道你坐车坐到车 那个时候只能够送你到家 信心 很简单 所以各位 这些在我们生活当中里面是有的 这些信心如果在基督耶稣里面 就会产生这个裹下 我要往下 好 请我会再来念 以佛所述二章八经 来 你们得救是本福恩 因着信 这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示的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能够认识死 是因为上帝的恩典离到我们 你看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人去找神 有没有 我不想听没有这个经验 我最近 可能这个暑假跑得太多庙了 我觉得我看庙的经验比教会还多 我看到很多庙特长的帐号 我上次来普新这边 这里有个普新 对不对 二十个争讨 我们才跑了几个争讨 每个争讨 都庙都比我们教会来大 真的 各位弟兄姐妹 你会发现他们信什么 信那些 我不说对不对 因为我们要尊重别人 但是各位 有时候如果连我们所记得 我们都不知道 那我们真是惨啊 为什么呢 人家可以把讲的当真的拜 我们去把真的当成 他还好没有讲 你没有通常讲就没有了 亲爱的兄姐妹 你会发觉到 如果这位神是又真又不得神 我相信 其实我们不要我们的长老 这边说我们要传福音 你不传才怪 真的你不传才怪 为什么呢 因为当神在你里面 他的爱就会激进你啊 我信耶稣四十几年来 我每天都臭味道 火热过头就臭味道 听懂吗 为什么 因为我看到这个人如果那么难过 我就觉得他跟上帝不好啊 你知道什么叫传福音呢 就是跟与神和好 与神和好 让外面那些人 没有听过耶稣的人 跟上帝和好 他们一个和好 关系就恢复 关系恢复 神在我们里面的祝福就来了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真的以为传福音很困难吗 拜托也好 你不要想太困难啊 是你把他想完的 你把那困难看太大 神就在困难的后面小小的 上次就有讲过有没有 有没有 听完就还给我了 等一下你们要稍不觉得 我不是想一下 不然你要每次分享好了 你们就还给我了 接下来跟我们说 当我们注目在神身上的时候 困难就会变小 神就变大 跟我一起一次 当我们看见神的时候 神就变大 困难就变小 当我们看到神 当我们看到困难变大 神就变小 那你可不可以再讲一次 看到神变大 困难就变小 当我们看到困难变大 神就变小 其他人不用姐妹啊 我们的生命里面 常常都把困难 摆在神变前 摆在神前面啊 所以你会发现到 我们只能看到困难 就好像 那个莱特兄弟发明了飞机 莱特就发明了飞机 莱特弟就发明降落赏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了解 讲给你们听 莱特兄弟是天生乐观的人 有胆冒险 所以他就拼命每次 坑掉翅膀就飞 跳车顶舞掉下去 掉两次 掉一百次 掉三百次 终于飞起来了 所以莱特兄弟很厉害 那个莱特哥就开始飞飞去 一分飞两个小时 破了世界纪录 各位 弟弟坐在飞机上 他总是不安全 为什么呢 飞上去掉下来 诶 会变破落降 他就发明一种东西叫降落伞 所以有一个心理学家说 乐观的人就发明飞机 悲观的人发明降落伞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你如果把前面的路看着 是怎样祝福你的 你就会有态度不一样 你就会有态度不一样 你不会看到 主啊怎么那样子 主啊怎么那样子 主顾就切掉了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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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其实他们弟兄姐妹 信心越大 你会发觉到困难就越小 有人问我说一件事 你怎么到现在还在传福音啊 人家居然有人告诉我 我说我要不要退休了 因为我的做年龄心 比当牧师还久了 我说传福音要退休的 主会盖宽论定 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怎么在盖宽论听不懂 你是听不懂就听不懂 你们是听不懂还是不理我 各位弟兄姐妹 除了我们才是走到镜头 那才结束 不然哪有人说 我退休就退休 退休还是要服侍神 阿们 因为这位神是你的神 祂一生一世与你同在 所以在信心当中 我们要很确实的知道 我们是因为认识神 只是我们已经做这个恩典 这不是我们自己的老啊 那哪有老啊 是因为神在我们里面的恩典 可是你可别人说 因为神的恩典 我们可以信他 因为神的恩典 第二信心中的我们就得益全益 一起来立马太福音9到22节表 来 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 女儿放心 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 女人就全益了 现在弟兄姐妹 那女人是知道什么病 血肉 血肉病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身上很多问题 但是真的解决我们的问题了 不是只有医生啊 真的 后面有个医生 我认识大概有几十个医生 我告诉各位 医生真的可以帮助我们 但是各位 你会发觉到医生有时候 也需要神帮助吧 我就认识一个医生 他每次开刀的时候 都一定要抓着病人说 我真的很愿意开刀 因为我认识一个好朋友 他抓着病人的时候说 我是个基督徒 我要为你开刀 我可能为你祷告 照理说他的开刀 比例成功非常高 那个病人都排到明年去了 但是他每次都是这样子 他知道 虽然神见着他的手 他还求主参与那个医生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一个人真的老 就会懂得谦卑 Amen 一个愿意服侍神的 就会知道 信心当中里面 我们必看见神迹 Amen 所以各位 我开过这些真教讲了 今天只能讲一点点就好了 第三 我们要在信心中 进入恩典当中 一起来念两段圣经 罗马书五章二节 还有丘利多后书十二章八节 这叫钱菜 这是钱菜而已 我请你赶快来一起来念 我们来 我们又借着他 因信进入现在所在的这恩典中 并且欢欢喜喜 盼望神的荣耀 接下来 他跟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刮自己的软弱 好向基督的能力 复辟我 各位弟兄姐妹 当你越在信心中走的时候 你会发觉到你很软弱 为什么 信心怎么叫信心 有没有蒙眼睛的游戏 有没有 各位弟兄姐妹 你可以 如果你认识神一段时间 你会发觉到你常常在蒙着眼睛 走钢索 有没有这种经验 非常有 为什么 因为你发觉到你前面就是困难了 你稍微不注意就是失败了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乐乐观的人越败越勇 屡败屡战 可是你知道吗 悲观的人屡战屡败 不管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 你会发觉到在信心当中 你会越来越认识自己 你越来越看见自己 提了他什么都不能做 跟你隔壁人说 我们不能离开神 我们不能离开神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在信心当中 我们会有一些状况 我把在信心当中走的基督 分成三类 如果你还会信耶稣 就不在这里面 那你是第四类 等下再讲 第一类 我叫做婴孩的基督徒 什么叫婴孩的基督徒 就是吃奶的 当信的 教会里面 应该有一部分是这样子的 好请问一下 当信耶稣的还没受请的 请举手 没关系 举手不会怎么样 请放下来 好你告诉我 你信的耶稣受请 你还没在教会服侍的 请举手 快点啦 看一看 好你在教会信耶稣以后 在教会里面有服侍 而且他明确服侍的请举手 好刚才没有举手的请举手 那这是第四类 好对不起啊 不爽的 就是还没有认识耶稣 但是他悟到 他渴望认识神 他渴望认识真理 这一类 我就先不在这讲 第一种是婴儿基督 他是吃奶的 诶请告诉我 吃奶的婴儿有什么现象 回答我赶快啦 你知道我时间不大 不然不云 赶快 蛤 恶就要吃 恶就要吃 来 再来 一直要 一直要一直要 诶来 怎么样 被动吗 被动什么 他一直都吃奶了 不会自己拿 不会自己拿 那先要哭 妈妈就拿 OK 好 再来 婴儿 婴儿婴儿 婴儿婴儿有什么特征 哭 哭 会哭 不好意思 讲过了再讲 还有没有 有 有没有能力 没有能力 他需要别人帮忙 他不能自己拿奶瓶 这样长大一点就可以了 你会发觉到 吃奶的能力没有 第二个 第二种基督叫 成长中的基督 他会吃 他会吃 他不仅会吃 他还会要 爸爸我要那个 有一天我女儿跟我说 爸爸我想买一支枪 我踏着要骗 我说你才五六岁 你买枪干嘛 我要打败人 我说那个 你不要枪拿起来 就往下罪人 还打败人 你不要打地锅才差不多 所以都问弟兄姊妹 那个是什么是成长 还在长点 但是长得还不大 长得还不大 第一 你们懂我的意思吗 我看你们说的很高 所以我就不用解释太多了 好不好 懂我的意思吗 第三种 长大的基督徒 是吃干粮的 是有能力的 OK 知道什么是吃干粮的吗 就是他的心思意念 他可以辨别 他有能力去处理 什么该做他该做 什么不该做他不要做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这三类 我先请问一下 我们教会第一类的请举手 觉得你是第一类的 没有关系 我只是要让我们长老师到一下 来举手 没有关系 你是第一类是阴海的基督徒 就还正在长 好请放下来 感谢主 你们就在长就在不错 第二类成长中的基督徒 你觉得你正在长 正在长 正在长 我没有说你消化不良 好请放下来 第三类 觉得你是长大成熟的基督徒 你已经成为长大成熟的基督徒 请举手 没有关系举手 好 其他没有举手的请举手 好 你是哪一类的 第四类 第四类 OK好 好诚实 很好 各位 这三种基督徒 不管来类 我都可以跟你保证 神爱你的事实不会改变 不管你是怎么样的光景 我再说 包括你是第四类的 你 我真 你问啊 我万没信仰说 我还不可以 你那些是上帝 绝对可以 因为神爱世人 甚至这样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独生的私自给教 私给我们 教一些信心他人不是没有 反能永生 约翰十一章到十六节 所以其实在六节面 我们在信心当中里面 我们一直要一直 越来越长越好 跟你可别说 我们要越长越好 对 这三个人 是我在这个信心的路上当中里面 我个人觉得给我影响很大的 第一个叫George Muller George Muller 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 你们猜 有人知道他吗 这个人是英国人 这个英国人很特别 他在年轻的时候 他说为非作胆不大好 哥果很像 但他认识神之后 在大学的时候 热听到鼓励之后 他就开始发觉到 他是一个罪人 他很想回应神 他很想帮助人 各位弟兄姐妹 英国孤儿院之父就是他 他开始的时候 他关心非常稍叙的 因为那个时候 在他那个时代 很多贫穷的家庭 很多人养过去 就好像我刚从保帮回来 各位我帮什么没有 小孩很多 为什么 男人几乎都死掉了 战死了 那现在抽鸦片 然后没工作 然后反正一大堆问题 我就不讲 孩子很多 你知道吗 我今天两天受到 我煮了一个小孩被烫伤 我看到的时候 是我的以前的同学 小学 我的学生 他现在当校长人 他的孩子八岁 我看到照片 我就说 怎么那烫伤 多久 八天 整个都烫伤 八天 怎么办 他们从山上没有车下 下来要一天多 没有车就要可能走七八天 都还不见得到 就只好天天有命 各位弟兄姐妹 不想怎么办 你要送药也不行 你要让他下来也不行 你有钱都不能用 我钱都不能用 为什么呢 因为女父老婆 还是烧伤在山上 我看到那个画面 我看那个画面 还在想说 主啊 我帮那么多孩子是这样 台湾有没有 你回到我 各位知道 台湾偏向的地方 很多孩子 每天每两天 你很难想象的画面 包括我们的彰化 我其实我很想说 长老我们找一天 我们彰化去彰化布道一下 让他彰化 彰化成小小的 把小小的 把小小的 我给他帮到 为什么 我告诉各位 我们真的算是幸福的一拳 我刚刚听这个姐妹说 你前天做了一个很好的 因为我坐在旁边 你最小的 我就听到了 我都塞不起来 我说爱神的 祝福他 我告诉各位 我们还能够感恩 有些小孩 有些跟我们一样的 跟你们一样的年轻人 每天跳脱叹息 我们真的很幸福 你知道吗 每个在彰化 很多教育俱乐 都是很幸福的 因为你真的 你如果去看看 那个画面那些人 我单单这次去 古兴这样绕一层 我看到那些小娃 我跨了什么 那些小娃 我在想说 他们如果能够认识耶稣 他们的命运有机会去改变 一定会改变 可是你知道吗 从来没有人把福音传给他们 我们要先教育人多 你去外面拜一次孤导会 绝对比这个超过三倍人多 一次孤导 一次孤导 超变 你知道我前任何人 我们在天委孤导 那比如 我们现在团队的后面 马可来找个新娘说 现在中间 祝福摸了他是怎么样的 他看到那部 本来帮助一个两个 后来帮助到两千多个 他的育儿越联名 育儿越联名 各位 在他的传记里面所说 他常常是今天发现到 昨天知道明天没有米 今天在神的里面就拼命祷告 每一次都看见 到孩子要吃饭的时候 面包就来了 面粉就来了 东西就来了 有一次在他的重担 他们已经做得很大 做得很猛 他的总统 在一个差不多下午的时候 跑来跟他说 George Mooner 我们明天连 那个餐户里面 厨房里面是空的 George Mooner跟他说 你依然把餐块摆出来 把所有东西摆出来 两千多个小孩 摆好了 各位到早上的时候 还没有东西 小孩子准备起床 各位 George Mooner 我这一二四年服侍你 这些孩子不是我能为的 你是孤儿胖的孩子 且你帮助他们 让他们有同行事 各位弟兄姐妹 老婆站起来 你懂你懂你懂 为什么 你三郎到我去开门 请问一下 这是孤儿院吗 是孤儿院 我们是某某牛奶公司 因为交通影响 所以我们牛奶 不能送到城市里面 我们决定把牛奶 全部送到你们这里来 感谢主 牛奶就送了 每个就有牛奶了 牛奶了 不仅一天而已 整车也有点 结果就带进来之后 车子开车 就去问我说 主啊 牛奶有了 没有吃的 没有吃的 我告诉各位 如果是我的话 我一定找蟑螂钾 我就找一个 找一个 大家在盗机团 结果就说 不是 找这大道就做了 只有你们都帮助他们 因为我告诉各位 真的神是确定道道 又没多久 又一样车来 车上还是不能过 那个开车的人 经过或过老板 决定把所有的面包 全部给污尾院 各位弟兄姐妹 纠纸木耳在这个传记里面说 他常常经历神的恩典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信心的主 你有没有在你的生活当中 遇到这样子 该有了都没有的时候 神帮助你的经验 有没有人这样子 有吗 我也有 我有非常多次有 不是非常多次有 我有非常非常非常多次有这种经验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学习仰望神的时候 你不看人的时候 那个信心才开始构作 很多基督徒信了神很久了 没有经历信心的功课 这是很可惜的 他经历神 跟你隔壁人说 他们在信心当中经历神 信心当中经历神 信心当中经历神 这个人很特别 他叫挪亚 我们一起来这段圣经 創政治六章十九节 挪亚的时代记在下面 挪亚是一个一人 在當時的世代是一個完全人 挪亞與神同行 我們知道挪亞嗎 有人知道挪亞的情緒嗎 他有什麼事記 趙芳忠 趙芳忠 好再來講過就不要講了 還有呢 趙芳忠 只有知道趙芳忠 他有三個兒子 他有三個兒子 還有不錯 還有呢 有三個兒子 保存那些動物 保存那些動物 還有呢 彩虹 彩什麼 彩虹印記 你們都好棒喔 再來 但是我要時機點好不好 大水 大水 淹水嘛 有沒有想到 他在哪裡照方舟的 那在哪裡 山上 山上照方舟 你有沒有講錯 山上照方舟 你再講一次 在哪裡照方舟 答對了 真的到山上照方舟 請告訴我 造船都在哪裡照 海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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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便試水啊 方便確認啊 各位 你有沒有看過人家造船的 在山上造船的 有沒有 沒有 如果你遇到 我們的老師 在山上造一艘船 你告訴我 他怎麼會怎麼說他 怎麼會說你 踢笑 踢笑 踢腳不得 教授教導會教授 發發發發 各位 你知道嗎 他一開始的眼光 是個完全的人 是一個跟隨神的人 可是 他當時做照方舟 是在山上欸 有沒有 stating 還有親戚 那是你講的 那個還沒有造好的時候 但這個怎麼罵他 要打到問題了 是不是 是不是老輩當我嗎 是 他從開始你之後 上帝來恩典的時候 上帝告訴他 這個人類已經糟糕脫皮了 要抓一條方舟 把保存的保存 他就在山上寫木材 在山上裡面造方舟 每個一個木材 一下才找補給 你告訴我 山下城市的人會不會像他 不會 不會 會不會覺得他有問題 會不會覺得他有問題 會不會那麼熟悉的 像上了彩虹 有夠讚耶 都想他造的超舟 你都不想他造的過程 他不是造一天 他造好久啊 他造好久 所以他忍受別人怎麼樣 忍嘲樂同 有沒有 你們以為 挪亞蘇必人 他天生就是一個完全人 你知道嗎 當他跟隨神的時候 他真的被人當宗子 是 而且都還沒有應驗的 在大船還沒有來之前 還笑的啊 賣東西 隨便賣啦 賣他貴他還買啊 賣他皮他還買啊 這個人瘋了 你懂我的意思嗎 在山上造方舟 我告訴各位 這種現象 不要說我們台灣這種環境裡面 那不是說人不多耶 所以那件事情可能成為 當時很大的笑話 非常大的笑話 笑聲的程度 大家覺得 這種事都發生了 這種事都發生了 甚至有人就要嚇一下 沒關係啊 反正任何這個事情 也不怎麼樣 有風水在那邊 我們到時候跑上去 就來得急救啊 但沒有萬萬沒有想到 其實他的條件 當挪亞 開始順服神的時候 你看到的東西是怎麼樣 很多你想不到的困難都出現了 最大的困難 其實不是照方舟 那些木材還蠻不錯的 可是他接觸的人 原來我這樣說 除了挪亞以外 搞不好他兒子還笑他 不過老爸他搞問題 挪亞有沒有兄弟姐妹 是聖經沒寫而已啊 他有沒有親戚 有 可能過年過節 不然他家吃飯 有沒有 他下去下面跟人家說 我認識你喔 會不會這種現象 因為這個松子 在山上造船 還造那麼大隻船 搞不好那個時候 都沒有那個技術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說挪亞是完全人的時候 你知道他當時所遇到的狀況嗎 你知道你所遇到的狀況 會比他更大嗎 你覺得你遇到的狀況 會不會比他更大 在座的每個人 你有沒有被人家笑過 為了跟隨神變家笑過 沒有 你有沒有因為跟隨神被人家嘲笑過 被人家罵過 我有 哎唷 你去倒吃飯 這早就敗敗過了 你要吃不吃 你覺得我講什麼嗎 我回到我家 那個時候吃飯 我的叔叔說 欸 這是昨天三太祖五五千桌都拜過了 你還吃喔 那新耶穌的好像不大人吃這個喔 那你吃不吃 全桌都拜過了你吃不吃 你吃不吃 吃啊 但是你知道 信念很不舒服啊 每一餐都這樣子 回去五天 五天都這樣子 你受得了嗎 我告訴各位 我這種人本來漢子一個 可是我為了信主的緣故 我就忍下來了 為什麼忍下來了 為意收逼過 是什麼 是有福的 有很多話在你的耳中 今天我們長老如果去隔壁傳福音 哎呦醫生娘啊 你怎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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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身上好洗好洗 怎麼會在這群伴都要去吃呢 有沒有 你的低頭上去 拜託你拿一張 哎呦 我現在很表白 我以為你就拚人了 來啦 沒有辦法給你拿 你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你們遇到這種嗎 有沒有人遇到這種 哎呦老叔啊 你發單張 你這個科學不是這個萬能嗎 你還教科學的 他發單張 真的過時啊 你要不要當初啊 有沒有這種 哎我都遇到過耶 你們怎麼都沒遇到過 你們你們都沒有做過啊 還不簡單 我告訴各位 我傳福音100個 那97個拒絕 差不多97個拒絕 你知道嗎 我臉都已經被洗到 這麼厚了 你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但是各位 那三個人信耶穌 我都覺得值得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 我傳福音我不怕嗎 我知道我傳100個 我傳了97個拒絕之後 接上了這三個 就是我要得到總值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我發覺到台灣那句話 如果要切牛 如果要不怕 不怕煩燙地 就真的這樣說 如果是一個不小心 不用怕牛 甜可以去羊 我告訴各位 其實傳福音沒有秘訣 有人告訴我什麼策略策略策略 不過我是覺得 欸 策略講太多了 耶穌跟真實耶穌是最好的策略 請看你弟兄姊妹 你如果願意為耶穌一樣 像挪亞這樣子 我不相信神不會使用你 神不敢 我也不敢 神不敢 我怎麼不敢 因為我害怕 為什麼害怕 因為我不知道這個傳下去 會被別人當瘋子 你會比挪亞那麼瘋嗎 應該不會吧 現在弟兄姊妹跟你跟別人說 我們要與神通緝你 挪亞 你看挪亞真的跟隨神 我講我個人的小小見證 我出來服事的時候 你知道嗎 我常常到處步道 我超過十年在夜市步道 我在夜市步道的時候 懷孕另外一個身份 在國家音樂園唱歌 我在國家音樂園代表有六年 我是那個國家音合唱團的首席 合唱團的首席 你知道我的唱歌裡面 六七個是國外回來的 我是熟悉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會唱歌 我絕對一半 我非常會看哭 親愛的弟兄姊妹 當我開始願意走出去的時候 很多人說 欸 謝老師 我怎麼在領導看過你啊 我看過什麼 你抱個其他張天唱歌 我說很好啊 我不是缺錢 我其實要分享上帝的愛 你知道嗎 遇到我中原的學生 遇到我福大的學生 他們看到我這條節目 老師拼在那邊耶穌 怎麼今天坐在那邊 還會講笑話 拆點吞劍給他看 你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還跳火圈才不夠耶 還變魔術 哇 老師過才過癮 要不要去當明星 我去出雙明星 幫明星當裁判了 你都會是嗎 但是周美一太 找我去當裁判 八個 在華氏不知道什麼節目忘記 一直到他們當那個什麼評審 就會知道他們已經在那裡 我的同學叫做小蟲 都滾死在音樂中間 各位弟兄姊妹 當我站在外面唱歌的時候 我特別心狠滿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我發覺到 我到了音樂廳 鼓掌來的時候 唱一首歌拿兩套 然後我回家之後 我兩套就不讚一套 我在外面唱歌 還要自己貼錢 還要自己貼錢 給錢的東西 還要自己付錢 我告訴各位人在覺得我真的貼錢 我記得我那個時候一個月十幾萬塊 賺十幾萬塊 我就把工作放下來 專門去夜市餐廳給人家 十年 到十年之後 後來發生九二一大地 這已經是幾年了 超過十年了 九二一發生地震之後 大概第三地震 我就跑去土地看我的朋友 我沿路去的時候 我心裡很沉很沉很沉 看到我那個土地的時候 我爆得到我頭頭大肚 我說祝福台灣快要變大肚 每一天的家庭怎麼變這樣子 我經過幾幾 經過那一天 怎麼凹凸不平 比那個越野賽還恐怖啊 越野車那個不是有那個 那個凹上下上下的嗎 那幾次沿路了 沿路那個電線都倒了 我說真的比打仗還慘啊 比打仗還慘 我就跟人說 我說主啊 這人都沒有還有什麼呢 我心裡想說 都沒有了 還有希望 因為耶穌在 我那個時候 我就做了一件硝爽的事情 我說主啊 我要去穿灰 我也管不了別人了 我就跟我的同工說 來 不怕死的都要走 真的有希望的人跟我走 我們就開始孤道 開始穿灰 剛開始我去租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人家民間花車 中間還插鋼管的 我問你今天怎麼跳 看一路喔 娛樂節目 我告訴你 你看我這段也能跳一下 跳得沒看見 我那個時候雖然說一點 但是跟我的弟兄姊姊 我們就跟那個車在那邊唱歌 在那個每個地方都看著 有一次我在五頓間辦 來了八百多個人 實際同樣在那個小學 福利小學辦 也來了八百多人 他們花了兩百多人去Promo 我們一碼錢都沒有Promo 我們只是住了一個花車創在那邊 就在那邊決定在那邊唱歌 一唱來了八百多個人 結果我就說 你們要信耶穌的都被舉手 我本來還很不好意思 但是我發覺到也不行 為什麼呢 這些人等一下又回去了 我說你們要信耶穌的 就在這排隊好了 各位弟兄姊妹 不排還好 九點排到十一點半 我就本來是一個禱告禱 後來我就不知道什麼叫 不是禱告不完 我就紅鴨雙來救護你 讚 拍拍完的時候 我變得好像有點變動機那樣 主事兒沒有我 我發覺我已經 一定要 將一刻一刻一刻 禱告一個十幾分鐘 就沒時間了 拍完的時候 我就 隔天喔 我請我的同工準備一大堆 射金錢 一射金錢 可以啊 藉此現金 兄弟 幫助你 不要再去問我 沒有藉此地 還是藉此 要把藉此放在那裡 這樣鳳鴨雙也很不懂 各位兄姊妹 真的有人早晚 早上讀這個 週日讀這個 晚上讀這個 就跑去教會說 啊我明天的 繼續在讀這個 後天讀這個 讀這個 就這樣子 你知道他們怎麼叫福音解簽嗎 市里一亮堂那個 福音解簽跟我說 你們福音解簽 他們都跟他們學嘛 福音解簽從哪裡 我那個時候在那邊坐的時候 他們討論回去 先生改良的福音解簽 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在那邊跑 我們那一年 我只要大概五千多個人信耶穌 一年五千多個人信耶穌 那個是我們做別人才不算 你知道嗎 那個四個縣市嚴重到的程度 我們傳福音 直接來的唱歌 傳歌 就直接去邀請他們信耶穌 分享完了之後 過了四年之後 各位弟兄姊妹 你這麼跑很多地方 我才發覺到一件事情 好累喔 好累喔 你知道怎麼累嗎 我一想到我要自己去問款 我一想到我要先分開福音 我一想到他們信主要介紹去教會 好累喔 累死了 我不騙你 我三天 坐三天休息 三天補不回來 我就跟著祂說主耶穌 那麼累 換別人做好不好 累成我絕大的困難 各位弟兄姊妹 有一天 我回到我自己的家休息 我就忽然發覺到我們家 我老家住到前面那個房間 每個家都紅紅紅紅紅紅的 有沒有 有神坦嘛 晚上都紅紅紅紅紅的 我一看到那個畫面 我說主啊 我坐過了 不然是主啊 那是太多人還沒有認識你 請你幫助我 我隔天你睡覺你起來 進去就回來了 很奇妙 我平常是很不好睡 那天我睡就起來了 神就給我第一個應徵說 主啊 我的體力經過休息就恢復 第二個我說這樣跑一下跑不完 你知道嗎 我開始打到說主啊 你要不要給我個車子 我每次坐 用那個 住那個 那個什麼 團體部的家 別人不太好看 你可不可以讓我坐個車子 我去一個教會服飾 服飾完了之後 你知道嗎 我就跟他們說 我需要一輛車子 能夠幫助我們到災區裡 傳福音 現在我們前面 有一個人姓王 叫王雪紅的 他就奉獻你一筆錢 我們就把那個車打完 我們就跑了七八人在災區裡面 現在還能奉獻油錢 還能奉獻郵票 還能奉獻星巴克的兩卡車的咖啡 就咖啡給我們帶著 然後去到那些需要的人 就咖啡給你們 先你們喝我們三個 白天就不要我們三個晚上 喝水不到醬 就送給他了 然後各位弟兄 我發很多物資就跟著我們去 你不要以為說 給了這個東西就夠了 他們心裡面如果沒有任性的事 還是可惜了 結果我跑到第三年 我就去土庫 我給你討好團肉音 我說主啊 台灣不是只有九二一那麼慘 因為已經慢慢恢復了 結果你知道嗎 那一天神就對我說 讓福爾摩殺的百姓 在他們一生當中 都會要有一次機會天到福音 各位弟兄姐妹 我跟你跟大家講 講一句就好 那個聲音一直在我腦袋裡面出來 我說主啊各位停 因為我已經知道你在講什麼了 我好像裡面有個翻譯機 那個話很特別我也聽不懂 可是我就會翻譯 讓福爾摩殺的百姓 都會有一次進 一生當中 都會有一次地位天的回憶 我說主啊 這床還不算 那去第十床 結果我就說 我就跟神打告說 主啊 請你給我應徵好不好 我就開車去 屠夫教會 臨上春教會的門前 那天到我七月十四十五 那我傳福音程 下午已經擺了很多箱 在那邊燒到整個大桶的 我說主啊 那這燒的鬼 踢得歐牙 這踢得歐牙 都是煙啊 我說主啊怎麼這樣子 我告訴各位很奇妙 我當我這個醫療是主啊 這樣子我怎麼台灣跑遍遍 台灣那麼大 你不要比台灣小小的 你走走看 老婆原廠在哪裡 你沒去過你 你美國已經去十次了 有沒有聽過人家有說 花蓮很遠 美國很近 那個偷我的 因為我在台東兩年的時候 台東很遠 美國很近 後來那個人 就從門洛醫院 從台東的門洛醫院 跑去花蓮的門洛醫院 當醫院長 用這個把他改一下 現在這個話給我 我問問那個人 我說某某 這個話是不是用我的 用 付款稅 台灣人的付款稅 進來給我姐妹 真的 台灣很多地方你都沒去 你可能美國去了幾十次了 真的台灣很遠 你生長在這裡 你旁邊的鮮士 你把包多一倍都沒去過 二零你去過嗎 二零有一家水果店很棒 你知道嗎 有一家超市 是一個基督府開的 元寧教會的 一個王子智開的 我去過他那邊買 那個超市裡面 居然賣到什麼樣 人家勸他出來選里長 為什麼 人家很實在 親愛的弟兄姐妹 很多地方你都沒去過 我就這樣子 結果那煙燒燒燒 我還沒燒 正要燒的時候 我就要禱告說 主啊怎麼辦 突然 天空一片烏雲 過來是下起雨來的 一直下到六點半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人家在那邊看 人家都燒起來 燙的都燙了 我就燙起來 林上村牧師跑來 請問我說 福文 那我們今天這樣怎麼辦 我說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問老闆 我就拉著他禱告 找我通過南國禱告 一禱告 我知道神就把他給我答案 天空馬上從下雨 變成好天氣 那個天氣讓你告訴我們說 那兩天有颱風 那天不僅好天氣 月亮高光在那邊 那天我們車子打開來 再服侍九十幾個人信耶穌 林上村牧師說 他在那幕後二十幾年 從來沒有看過這種事 隔天我們去園林 有一個人叫做曹永山 我不想聽過沒有 以佛雅的曹永山 我跟園林的那個周醫師去看他 為他祷告 接受耶穌基督 成為基督徒 然後呢 我們才會悟到 超過一兩百個抉擇 我在想說 哇 不是只有災區那麼多的信耶穌 連園林 連土葛那麼白白的地方 都那麼信耶穌 啊耶穌我來了啊 死就死罢 你覺得我的意思嗎 死到現在還沒死 感謝主 現在的弟兄姐妹 我發覺到你走信心的路 你一定會被嘲笑 你走信心的路 你一定會被人家說 哎呦不要那麼認真 你幹嘛那麼認真 我告訴各位 魔鬼最怕認真服侍的人 你如果服侍一半喔 喊喊喊喊喊 那都不怕的 你如果真的認真做起來 我告訴你 你剉的蛋你知道嗎 你就是剉的 剉的蛋 為什麼剉的蛋 因為真的有一群人會服侍神 我就不相信我 還會崇拜不起來 我告訴各位 如果很多人認真 在我們生活當中 我沒有說創意 在我們生活當中 活出基督的樣式 我跟你說 天上這個王子就剉的蛋了 你根本不用傳 因為你生命就是一個見證 阿門 你根本不用去哪來救一家 人家看著你 奇怪咧 人家在吃飯就吃飯就吃飯 就吃飯了 有的人家這種反應 討厭你 討厭你 有興趣的就問你了 我告訴各位 我家的前後 主要有一個現象 喜歡我都喜歡我 不喜歡我 看到我就會照顧你 你顛著懂嗎 因為他們看到我 都會知道 阿桑吃飯了嗎 還沒去吃飯嗎 還沒去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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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各位 有人真的是到我一次兩次 他說 以後我會討好 現在丟姐妹 你走信心的路 活出神在你裡面 挪養怎麼樣 你也同樣 可以成為個完全的一輪 第三個 這個人是我最喜歡的 一起來練 十足行動八章十七節 一起來練 來 就是大有權 大權的派見 接下去 在拜祢阿羅斯巴 在拜祢的手下 不管一步 他上耶路撒冷禮拜去了 親愛的給我姐妹 菲利去做這件事情之前 其實 整個教會出現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就是逼迫領到耶路撒冷的教會 你到耶路撒冷的教會 當時耶路撒冷的教會 有三五千 每天喔 很多人信耶穌啊 信耶穌信道的程度 你知道嗎 那個當時羅馬政府已經看到 哇 不可 不可收拾了 為什麼 這這樣發展下去 希臘的政權就沒有了 所以他們就把基督抓起來 把教會趕走 結果他們一散開 哇 不散開喔 一散就散到各地去啦 散到各地去啦 所以親愛的給我姐妹 我們都希望把人找來 可是你又發覺到 在教會的歷史裡面 神不大人看 神不大喜歡 太多人擠在一起 因為人擠在一起 才是浪費資源 最近有的教會 說要蓋個五千個人 我問他說 三千個人而已 你教會蓋多少 是二十八億 哇 二十八 你們教會一個月水電費多少 一百六十八萬 就放在那裡 一天一個月 就要一年六十八萬 你們聚會怎麼樣 禮拜天聚會 你一到六人 藏在那裡生肉 親愛的眾人 花二十八億 只有禮拜天聚會 你是企業家嗎 只有我信耶穌了 才會做什麼 傻事 我說這也不是耶穌要做的 因為耶穌 如果我簽了 就是礦給就好了 你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他不會花二十八億 如果耶穌要這樣 二十八億 他應該分了二十八分 然後每個區 台灣省一個區域 然後我們在那邊傳 我們建立教會 如果是耶穌的話 我跟那個牧師講完 那個牧師悠悠醜醜地離開了 真的我不騙你 為什麼 因為好朋友嘛 他們你們知道是什麼 我不講他的名字 所以你知道嗎 最近國家祈禱院 我等一下早餐都會 一定要找我去戴敬拜 我給他去試試 拒絕世界了喔 這次在找我 我說 我說這次一定要找你 我說不要 就是不要找我 我前面的距離 他今天告訴我說 拜託你一定要戴敬拜 結果我好吧 我說免為其難 你知道這樣免為其難嗎 蛤 不是退不掉 我就順服吧 不然我真的不想去那種場合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 我是屬於鄉下的孩子 我寧可來傳福音 我也不會參加那個聚會 很多人說 那種英雄的 蔡英雄的唐秋花 很多英雄 多英雄 我認為 我服侍了這位 創葬宇宙的主 我在他面前服侍 那才榮耀 你們聽得懂我意思嗎 你都會找我去看官邸唱歌 我唱兩首說 謝謝再見 我要回家了 兩條而已 我跟幾條 你聽得懂嗎 沒有我當然不敢跟他這樣講 你這樣 沒禮貌 但是我說我就唱兩首 好聽兩首 因為我只會兩首謝謝 他就鼓掌鼓掌 他也是 但是我的背景插得清清楚楚 親愛的 弟偶姐妹 我們都在這個世界的君王面前 我們都這樣子的 和諾我們這個萬世之主的面 萬王之王 萬祖之主的面前 這樣不是他 讓開 我覺得我們這 怎麼都騰不起頭來呢 親愛的弟偶姐妹 求主幫助 菲尼怎麼樣 菲尼就是在那個大亂當中裡面 跑出來了 原則上他跑出來之後 一傳福音很多人信主 他非常傳福音的人 他會去哪裡呢 聖禮告訴他 往南走 往南走 就在這裡 就遇到愛提阿伯太監 這個愛提阿伯太監 他是要管財務的 愛提阿伯在哪裡 現在的北非 最北的一個地方 唯一的基督教國家 各位 為什麼成為基督教國家 就因為這個人信耶穌 菲尼去到哪裡 就把福音傳給他 為他送死 現在那個 我 不 全部透露給你們 請你回去看一下 非洲 北非 唯一的基督教國家 就是現在的愛提阿伯 就是因為有一個人 跑去跟他傳福音 這個人信主了 這個信主了 就把福音帶到他的國家裡面去 基爾三十 基爾三十有 最早就去他們 就捐款給他們的 其他人給我前面 因為神的工作 你會發覺到 這群人就因此放出 我相信一件事 今天我們張達在說 要去做雙禾 雙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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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禾很好 很好 但是更重要的 今天來對我們怎麼樣 如果服侍神 只有張達只是 牧師在服侍 這個叫教委 你重要的 你要播出基督的生命出來 你還沒有信耶穌了 趕快信耶穌 你如果信耶穌了 趕快服侍神 你如果服侍神的 趕快結福音的果子 為什麼 因為教會如果沒有這個循環 好的循環 我個人覺得 我們的教會 就是一個吃奶的教會 各位 我的孩子 你們知道我的孩子是燙寶寶嗎 我一歲的孩子這樣抱 很可愛 為什麼 一歲 如果我三歲還這樣抱呢 三歲 我如果我現在孩子四歲 半五歲 如果我孩子還是這樣抱呢 你覺得我會高興嗎 我會 如果你的小孩如果五歲 還這樣子怎麼辦 我告訴你 你剩在一起 今天就對了 前面 我們教會 雖然剛開始沒有很久 但是我們在座的基督徒 你有信主一年 兩年三年五年 你應該趕快長大 為什麼會長大呢 你如果還在吃奶 我求主感動你 讓我趕快被裝備 成為的 吃乾娘的基督徒 我們請就拜拜 親愛的耶穌 我相信 我們要在信心的路當中 裡面 與你同情 請你幫助我們 讓我們每個弟兄姊妹 都願意成為一個 吃乾娘的基督徒 主喔 我們知道裝甲熟了 我們知道你是 又真又惡的神 主喔 不是你不願意 自己做成那個得救的功 在台灣這個地方 在我们帐号这个地方 你是要让我们更多操练 来敬礼你 与你同工 为这个缘故 我会弟兄姐妹祷告 当有同工去接受装备的时候 我们的弟兄姐妹 我们也需要被装备 我们也需要被成全 我们也需要被训练 我们也需要学习基督耶稣的生命 好让我们 不仅在这个教会的供应 我们也可以成为祝福别人的人 求主耶稣继续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华语堂 能够在爱里面 能够吹着基督的号角 继续往前 让不是礼拜天坐满的人而已 主耶稣让我们的生活当中 成为见证 让我们的生活当中 成为荣神义人的庆明 好让我们所做的 以及我们所说的 能够把基督耶稣的生命带出来 如此我相信 人会因为我们在这个教会 就被吸引来 主耶稣请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能够靠你 走在信心的道路当中 成长 而且长出基督的生命出来 谢谢耶稣 听我们同心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一起来唱 我们一起来唱文艺丝 明年一年 想念 奥 中平 我如全的书生将用神赐给我 但爱同神的生命 在基督都变弃 跟父神相亲 你为我赢在释迦 我是追着苏家 祝我一心吧 靠你命我尽的身 在你真实能力 我的安稳 我愿意 为你的无常 不开自己的重量 这一切当之吧 走在你的石家路 享受神他祝福 本心天路 我愿意为你的无常 只能同写起心经历 一生为了你 走在你一石家路 我还是爱与居如 加哪 Medic 恩心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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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你的 Mad Nick